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 北京时间星期二上午举行 会晤之后 中方的会晤通报呢 发出的很快 而且呢内容很详细 美方的通报呢 则相对简单 从基调上看 双方的通报都比较积极 世界看到 中美元首坦诚讨论了中美战略性 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 以及广泛共同关心的问题 双方通报中的用词呢 都更多照顾了对方的感受 美方的官方通报 没有使用会前放风使用的一些强硬字眼 我认为这次会晤 对引导国际舆论 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 将发挥积极作用 在大家最关心的台海问题上 习主席表示 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 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 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 这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必自焚 习主席还说 我们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挑衅逼迫 甚至呢 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燃措施 这一态度呢 非常明确 美方公报则称 将继续致力于以台湾关系法 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他们对美式一中政策的标准表述 但中方的通报做了关键补充 就是拜登明确说了 美国不支持台独 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 中方有理有据 而且呢 以力量为基础 是占了上风的 客观说啊 中美关系到了 必须加强管理分歧 缓和紧张气氛的时候 中美关系这几年恶化的根源呢 出在华盛顿 是美方对华政策傲慢 且咄咄逼人的改变所致 老胡注意到啊 由于美国并未从对华骄傲中 获得实际利益 尤其是美国经济没有得到好处 对华遏制未见效果 反而面临了更多更大的风险 美国国内呢 出现了至少一定程度上 稳定中美关系的真实需求 所以呢 美方近来反复强调 要防止中美竞争演变为冲突 并声称 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等等 这次会晤呢 确认了中美缓和关系 管理分歧的共同愿望 也对双方开展合作 展现了积极态度 中美元首在两国关系动荡之际 举行的这次视频会晤呢 态度很认真 针对的也是两国和世界最关切的问题 这是中美两国无论如何 都要和平共处的战略宣示 世界不会回到冷战 希望呢 这次会晤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然而最重要的是 中美两国都能落实这次元首会晤的共识精神 在各个领域都有建设性的行动呼应 最怕的是啊 两国领导人谈得不错 但动力传不到两国关系的关键领域 热乎劲很短暂 不久呢 就被不断涌动的两国新旧摩擦消耗掉了 过去呢 不乏这样的教训 而且呢 问题总的来说出在美方 比如美方经常在两国有元首通话 或者重要会晤后 很快放出南辕北辙的对抗性信息 另外呢 美国的权力体系分散 其他牵制性力量 迅速跳出来阻挠中美元首共识 向具体领域的推进 政府方面呢 为平衡那些反对声 又抛出一些强硬话语 给会晤成果打了折扣 所以呢 最关键的是啊 拜登政府要严行一致 也要对美国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 发挥引领力 那么他们能做到吗 我们拭目以待